罗马书第十四章 对信德软弱的人,你们该容纳 不要为意见争论 有人以为什么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人只吃蔬菜 那吃的,不要轻视不吃的 不吃的,也不要判断吃的 因为天主已接纳了他 你是谁,你竟敢判断别人的家仆 他或站立或跌倒 都由他自己的主人管 但他必站得住 因为主能够使他站得住 有人以为这日比那日强 但也有人以为日日都一样 个人对自己的心思应坚信不移才好 那遵守日子的是为主而遵守 那吃的是为主而吃 因为他感谢天主 那不吃的也是为主而不吃 他也感谢天主 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生的 也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死的 因为我们或者生是为主而生 或者死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 因为基督死而复生了 正是为做生者和死者的主 你为什么判断你的弟兄 或者你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 我们众人都要站在天主的审判台前 因为经上记载说 我指着我自己启示 上主的事与 众兮都要向我跪拜 众蛇都要赞颂天主 这样看起来 我们每人都要向天主交自己的账 因此我们不可再彼此判断了 反之你们应拿定主意 总不可使弟兄失足或跌倒 在耶稣基督内 我知道并深信 没有什么本身是不洁的 除非有人想什么是不洁的 那东西为他才是不洁的 如果你因着食物使你的兄弟心乱 你便不是按照爱德行事 基督为他死了 你不可因着你的食物使他丧亡 所以你们不可使你们的优点受到诽谤 其实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 而在于义德 平安 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 凡是按照原则侍奉基督的 才为天主所喜悦 为众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该追求平安的事 以及彼此建立的事 不可为了食物的缘故 而摧毁天主的工程 一切固然都是洁净的 但若人吃了 能使人失足 这为他便是恶事了 更好是不吃肉 不喝酒 不做什么能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 你有信心 就在天主前为你自己保有吧 那在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上 问心无愧才是有福的 但谁若怀着疑心吃了 便便判永罪 因为这不是出于信心做的 凡不出于信心做的 就是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